大家好 我是馬之一 我現在還在台中 昨天住宿然後今天早上 就來到台中市區了 現在把車停好 準備要去吃午餐 前面那個地方是台中火車站 所以周遭這個地方非常熱鬧 到了就是這邊這一間 步行工廠 它就是一個台灣的老工廠 然後現在把它改裝成為餐廳 在工廠裡面吃飯 之前我去大阪的時候 就有拍過一個類似的主題 它一樣也是一個老工廠 然後把它翻新改造之後 變成一個餐廳 那現在我們後面看到這個 復興工廠1962 其實也非常有歷史 它的位置其實是位於台灣 聖祥堂化妝品公司的 首個工廠所在地 我們現在看到這棟建築 已經屹立超過一個世界了 見證了台中舊城區的興衰 現在它不僅吸引了一些文創團隊 還結合了一些創意 還有設計跟文化等多元的元素 進行活化的使用 結合生活美學還有相關產業 現在已經成為台中老屋 火化成功的案例之一 所以非常的有趣 現在就跟著馬斯汀呢 進去看看這個工廠裡面 都賣些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工廠的外貫 真的是改造出來了 而且這裡旁邊就有停車位了 所以如果要來的就直接開車來了 不用像我剛剛跑到那裡特別停車 我誤會它這個工廠裡面的格局 我以為它就是一個餐廳 沒有 它是一個區域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店 譬如說喝咖啡 或者是一些賣這種穩創古著的店 好有年代感 中間這裡好像是一個廣場舞台的樣子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以前這個就是工廠的樣貌 前面就有一個故事牆 2000年到2021年的時候 是完全荒廢的狀態 就像這樣子成為一個廢墟 2021年的時候才開始重生 現在就變成這樣的一個有咖啡廳 還有一個文藝的區域 這邊的中庭很漂亮 因為它旁邊都是這種很古式老舊的建築 很有那種時光隧道的感覺 其實我是很喜歡台灣這種老建築繁星 或者是一些文創基地 文創的一些地方 因為一方面可以把這種過去成為廢墟 或者是已經沒有人在使用的建築物 重新再利用變成新的一個商界 不只可以促進當地的經濟活絡 也很容易的可以吸引年輕人返鄉 回到自己的家鄉 在這邊創一個小業 做一些文創小市集 或者是一些飲食的商業 去二樓看看好了 哇 連這個樓梯都是以前那種工廠的樣貌 它總共有三樓 二樓好像有餐廳也有一些小店 然後三樓的話也有一些攝影棚的樣子 或者是一些影像工作室 煙囪圓圍畫裝品工廠生產設施之一 貫穿工廠一至三樓屋頂 煙囪 從這裡就是看到剛剛我們在一樓的那個中庭 哇 這邊光線超級好的 在這裡拍照已經是超級漂亮 還有一間店是專門賣這種黑膠唱片 以前那種復古的錄音帶 三樓看一下 哇 這裡封鎖 這邊好像是賣一些這種小古董的店 就去看一下 這邊的店好多喔 你看像這裡也有擺一些很復古的道具 還有一些照片 感覺是拍照用的嗎 我知道了 這個地方就是等於算是懷念用的 就放一些以前工廠他們可能留下來的一些器具 做化妝品 那可能就是一些化學器材啦 美國哪裡寄來的信啊 這邊都是做化妝品的一些化學原料 那邊那個都不知道什麼 看起來很像這種 反正就是 化學 1979 3月20 旁邊擺了很多的一些過去留下來的器物喔 上面二樓那裡還有一拍拍的是以前的椅子吧 這裡是演藝廳的 平常可能是那個地方後面常常會有人去哪裡拍照 不對啊 我是來吃飯的 怎麼變成來逛這些文藝市集呢 餐廳 我剛好看一樓有一個賣餐廳的 我們去看看 可能只能喝個咖啡啦 因為像這種餐飲 這一間店啊 它 是 六點的時候才開 而且還用預約制的 它這裡其實吃飯的 好像 並不是主要的 所以呢 我打算到 等一下旁邊的便當店吃 點了一個冰美食 吃飯的話 當然如果有開的話就最好了 下次來 大家可能要晚上的時候 這個咖啡廳也很有味道 剛一進來的時候 我沒有發現這個地方 它那邊竟然有一個貨體 以前工廠可能運貨的那種古老式的電鐵 以前這裡應該是工廠正門吧 就把護護這樣運進來 然後把它載上去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地方 我們準備要吃午餐 那吃午餐這個地方呢 非常的特別 後面這裡是一個倉庫對不對 其實這個倉庫裡面呢 是咖啡廳 可以喝咖啡 然後可以吃一些減餐的地方 裡面跟裡面完全不一樣 工廠裡面是一個咖啡廳 而且好多人 這裡也可以開車來 旁邊這邊就是直接他們停車的地方 有一些摩托車 還有一些器具 就直接放在這 放在外面的冰箱倉庫啊 並不是百事用是真的 這間店呢 它就叫做 古虎廚房 它是位於大阪府的寢屋船市 這個倉庫以前啊 聽說是在賣一些廚具啊 一些料理台啊 或者是一些冰箱 後面這個地方 二樓啊 還有一樓 後面還是有持續賣很多的一些廚具 上面還有標示價格 這邊一個一個都是18萬 19萬 我之前看網路的照片 它好像有汽車可以停車的地方 但是它這邊空間可能又做一些改善啊 剛剛就有人直接騎機車來 就直接停在外面這個地方 這是它的菜單 它這菜單好可愛 都是用畫的 中餐有這個蛋包飯嘛 咖哩飯 豬排飯 6點之後就是會有這種夜間的餐點 它是用QR Code點餐的 直接掃這個 在一個工廠裡面喝咖啡吃午餐 在一個工廠裡面喝咖啡吃午餐 我覺得它的裝潢倒是其次 是這裡的燈光給你的感覺 就好像在一個很神秘的空間 開光也蠻特別的 這裡的座位也有很多 可能我們兩個人吧 就要安排這種比較長型的桌子 在後面那邊還有沙巴 然後也有比較大一點的 可以坐三個人 或是五個人的這種 今天帶你來這個工廠 咖啡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就很完美啊 這裡比較多年輕人來 它整個就是很原汁原味 特別在額外裝潢 我也是從網上看到的 如果你真的沒有在Instagram看到啊 路過你也 欸這工廠裡面怎麼會有咖啡 因為它真的很偏僻 就是你搭到車站之後 還要再轉公車 轉公車還要再走個十幾分鐘 最好是有車就開車來 那沒有車就坐今天車會比較好 我們點的全部餐點都已經來了 我們點的全部餐點都已經來了 那我點的這個是ロコモコ 它就是有一點這個漢堡排 很多沙拉 然後加一些蛋 那一比點的是オムライス 冰咖啡跟柳橙汁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看起來很稀釋的飯對不對 結果他們送一個味噌 看起來也是很好喝 這邊的餐具滿講究的 跟這個工廠風格搭配 它這沙拉好多 旁邊這裡還有一點這種酸菜呢 我覺得我的這個漢堡排的套餐啊 也比別的那個比較好吃 它那個蛋白飯的口感也很甜 味道比較順口 我這個的話就比較有點鹹一點 肉質偏硬 現在旁邊外面啊 等待的人越來越多 但是其實大家有沒有注意 這邊的座位啊 裡面空位其實很多 那日本餐廳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在帶味的時候 譬如說像我旁邊這裡有空位 它會刻意的去錯開一些距離感 在等待的客人呢 其實他們也比較遠 也多花一點時間 希望我坐到這個座位呢 旁邊可能是比較沒有人 因為有些人可能要聊天啊 聲音會比較大聲一點 還是希望私下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日本餐廳 蠻細節的一個地方 它彼此之前有一個這種默契 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啊 而且吃還蠻飽的 這一個蛋包飯是1200 它會有附旁邊就是有沙拉 一個味噌湯嘛 飲料另外一點是450 以完美餐廳來講 它沒有特別提高價位 1200多的餐點 就是跟外面其實差不多 好 我們現在回來了 秦烏川市站 這附近其實很熱鬧啊 這邊是東口 然後有超市啊 樹墊還有麥當勞肯德基 後面這裡有一條很在地的商店街 我們就進去逛一下 就前面這一條 雖然看起來人不多 這是一間賣洋食披薩的 蠻可愛的 溫馨的感覺 這邊有一間日劇裡面的咖啡廳 不過有年代風氣 這好像是新開的店 做的很新 賣咖哩飯 這邊商店街感覺 店比較少一點 有些鐵門還關下來 前面那邊還有一條 我們去前面看看 前面這一條 前面這一條 這條熱鬧多了 蠻多人的 而且房間也是鄰近車站 這商店街蠻特別的 它是有一點這種斜坡的感覺 你越往前走 它的地勢就會越往下去 這邊藥局很多 一間 兩間 三間 商店街裡面 就突然出現了一個房子 它這個是它這條商店街的巷子 一個鐘 還有男士的理髮店 這個房子好破 上面擺滿了各種國旗 這裡面是什麼 萬聖節的裝飾 這有個喝酒的小墾丁 這條商店街它的在地小店 超級多的 都是當地居民來這邊逛 下班可能就經過 發現一間松本清要裝店 這裡應該完全沒有任何的遊客 這商店街走到這裡就結束了 前面那邊還有一個神社同商店街 最後那邊有個神社 應該是大地神社 不過天氣不好 下次再去了 這超市裡面冷氣超冷的 哇 好多便當耶 這超市真的超冷的 它這個沒有放冷藏 摸起來就跟從冰箱裡面拿出來的一樣 而且剛剛還有客人在旁邊發抖 住起來好像滿舒服的 還有日本古早棉被 沒有 這是長的 哦 1880 貓的讓步會 預約制的 這是提供貓咪領養的一個 會制嘛 這裡還有可以搜尋 大阪府的一些魅力商店街 大阪商店街真的超級多人